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OR 在這快餐、競技、手遊為主的世代 如今PC上的MMO遊戲已經不如當年那般熱門 但曾經卻有一款台灣的遊戲 在魔獸世界統治的時代 卻可以在國外連續拿下2年的最佳PC線上遊戲 IGN上也有7.9的評分 這是我影片中常會提到的一款遊戲 但卻沒有仔細展開講過 今天就藉由這款老遊戲來展開討論 神域之戰 開發商是思維工坊 這名字各位可能很陌生 是位於台中的台灣遊戲製作公司 起家就是以PC遊戲為主 除了神域之戰還有群龍陌世錄、烈焰戰記 但這兩款我都沒有玩過 而遊戲單看畫質肯定是不屬於現在的審美標準 但在當時已經可以說是跟魔獸世界不分宣置的對手 最早是在2008年的歐洲區上線 隔年才由台灣局子代理發行 並在雙方合約到齊後改成制營 而後來停運後直到去年 樂意又重新代理 而各位也可以在Steam上找到這款遊戲 雖然這一次不知道能堅持多久 遊戲中也有現在流行的捏捏系統 雖然功能其實挺陽春的 另外還有造型幻化、收集、採集、製作等常見的系統 而當時遊戲主打的就是雙職業系統 玩家可以選擇主職業 例如玩家選擇法師或職業選擇祭師 就會有對應的輔助跟保命技能 或者選擇遊俠 那就可以使用魔法劍等技能 玩家可以隨時做切換 打輸出、航客 或者做摳腳奶在旁邊大量 這類遊戲角色等級跟技能都有上線 練者看是要打怪或者解任務都隨你 也不需要一直上線跟農材料 整體自由度很高 怕年輕的朋友不知道 簡單說一下 這類遊戲類型 用一個現代化一點的說法 就是開放世界的多人線上遊戲 雖然部分人提到開放世界 好像就只會想到薩爾達、礦野之喜 然後誰只要做類似的遊戲 都會被馬上冠上抄襲 殊不知更早的時候 還有像是異度神劍之類的作品 是也不需要這麼為黑而黑 開放世界只是一種遊戲的玩法架構 可延伸不同種類的遊戲類型 用個簡單的比喻 開放世界是個容器 能裝牛奶也能裝酒 那就是在比誰更吸引人 而這話題可以另外開一篇 有機會的話再討論 回到主題 因為遊戲本身是免費制 不像月卡遊戲有基本盤可以支撐 收入來源就只能靠商城 而當時商城還不像現在的遊戲 都主打削錢 大多都販售無關緊要 也不影響平衡的物品 還可以用遊戲幣換取商城幣 使用上也不會像現在的手遊 有各種購買限制 不過也因為這樣 加上更新期的漲草期太長 導致整體營收上其實很不穩定 在不敵大環境的衝擊下 只能宣告終止營業 公司後期也轉型手遊開發 開放項目也去保守 上市的遊戲都不算太熱門 最新的一款是時空星辰 其實也很可惜 如果以烈焰戰技這路線繼續開發下去 應該能推出不雅於失落的方舟這類的作品 雖然常常我們嘲笑中國的騰訊 網易等只會搞抄襲 但他們就是有本錢一邊抄一邊研發 當然歸功於他們自身有龐大的市場內循環 莫非是台灣沒人才嗎 人才永遠不會是問題 開發記憶邊境的極度邊緣工作室 也才7個人啊 而且質量水準一點也不差 反觀台灣大公司 像某龍頭水果公司 上百個員工 但也不做遊戲 危機上的公司類型 卻是遊戲開發商 在我的認知 他們比較像是行銷公司 有人會認為是因為台灣市場小 但其實台灣這幾年光首爾的消費 就已經名列全球前十 年產值就高達500億新台幣以上 而且還在逐年成長 千萬不要小看台灣人的消費實力 我認為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 傳統觀念環境 加上缺乏推動產業鏈 以及尊重專業的心態 另外大座的開發成本通常比較高 賠錢的話也會影響股東的利益 加上中間的油水 層層剝削等 真的還不如繼續代理遊戲 割韭菜就好 換幾台跑車 買幾間房 或者告告人之類 還記得多年以前 我看過一篇文章 在台灣早期 自研遊戲還很強的時代 作者一股熱血想投入遊戲產業 結果進去公司以後 真的還是 睡吧 夢裡什麼都有 現實是啥屁資源都沒有 老闆跟股東急著收割成果 強行在時間不足的情況下 發行一款不完整的遊戲 結果當然就是不賣座 並且慘賠一波 所以現在在台灣 還有這種人在默默 努力開發遊戲的小公司 真的令人深感佩服 也期待他們今年可以順利推出 其實台灣還有其他小型的開發公司 就下次有機會再介紹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